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5日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蒋文杰 首先要带你来关心的是花莲先议会议员陈英媚 是针对南区农路修缮议题向县府提出质询 也希望县府农发处能够积极处理南区原住民农民的唯一产业 来提升农民的产业价值 南区的先议员陈英媚则是抱着身体的病痛 无论如何都在北上前往花莲先议会进行质询 并且针对南区原住民农民们最重要的产业道路 希望花莲政府能够以积极的作为来帮助农民们改善他们最需要的地方建设 我也是务农者,我从以前也是务农 我是希望我们的农民,尤其是年轻人现在都回来务农 他们要一个很好的变道来运送农作物,去耕种的时候也方便一些运送一些机器啊什么的方便 为什么选民一直要生活到现在 主要就是要积极一点嘛,做事情就是要积极嘛 像我们那个水沿路那个,我刚刚讲的 距离那么高,而且你不快点执行的话 万一再出事情的话,那你要国陪哦,真的讲,这个很重要哦 如果还没有提的话,还可以 现在已经提了,你还不执行的话 那个里面就要国陪,我觉得最重要的 万一刚刚通行那条路整个垮下来怎么办呢 真的,我觉得这个老百姓是一条生命是没有几十年了 就像我早上所提的那些内容 那些急需失色的一些农入啊,排水沟啊,一些道路方面都有 但是我是想说,我还是因为我曾经就是劳累过度 医生是说我劳累过度,我打六次了 是没有死掉,也就是因为我们的消防人员就负责了送我急救 所以才有今天这个生命还留着 继续为老百姓来工作 来拼命为老百姓工作 我希望老百姓不要客气 县年成员表示,他自己本身也是农民 而且他的选民都是农家子弟 农度的问题可以说是他最切身的痛 也希望幸福能够重视南区的农民 共同来提升南区农民的经济产值 记得终于,欢迎收到